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Darren,阿伦 今天是周末,我就来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小村庄里面就有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趁今天呢,得空呢,我就想向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题目 叫做灵济禅师的四料简 灵济禅师的四料简 那这个灵济禅师的四料简呢 什么是料简 那料简呢,简单来讲就是它的四个接引方法 也可以说是个提升意识的一个方法 我喜欢用另外一个名称 我想到了,我就叫它做四个点化的方案 点化众生的一个方案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四个境界 所以我们做的很多东西呢 都离不开这四个境界的这个归纳 非常有趣 这个 那首先我们看 四个 四料简 就四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 夺近不夺人 第二种 夺人不夺近 第三种 人近俱夺 第四种 人近俱不夺了 那因为 如果参在一起讲的话呢 又有一点复杂 所以呢,我就想 今天呢 先讲这个 最基础的就是 夺近不夺人 夺近不夺人 这个灵济禅师 他就说 是用来接引 中下的这个众生 也就是说 接引 一般般的人 一般上的人 那我们看 怎样是 夺近不夺人 那 夺就是拿掉 近就是境界 那境界就是 外在的一些 所有的境界 这个境界可以包括 头脑的思想 念头 情绪 感觉 感情 情感 记忆 等等等等 所有能够被你体会的 那个叫做 境 境界的境 那夺近不夺人 那人就是 什么呢 人就是一个主人 就是一个 观照者 他就打掉你的境界 但是呢 他没有拿掉 你的这个 观照者 所以呢 还有另外一个 更加容易的方法 我就叫他做 赶走 客人 留下 主人 这个够简单 赶走客人 留下 留下 主人 那 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呢 就是呢 灵济禅师呢 有时遇到一些人呢 他就 教你 抽离出来 看那个 看那个境界 抽离出来 观照 那个 现象 各种各样的一个现象 包括外在的现象 情绪上的现象 还有这个 头脑的现象 等等等等 那 最近就很流行 我那个 Eckhart Tolle 艾卡特 那Eckhart Tolle 他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呢 就是 叫做 You are not your thoughts 你 不是你的念头 You are not your thoughts 就是类似的 就是 丢掉那个境界 然后 注重那个观照 You are not your thoughts 你不是你的念头 你不是你的这个思想 我举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就想 这个谁谁谁 某某人 他叫什么名字了 忘了他了 他叫什么名字了 一直在想 从这个回想不到呢 你就可以知道 你不是那个记忆 你不是那个念头 因为如果你就是那个记忆 你就是那个念头 那你又怎么会 找不到 想不到呢 如果你就是那个念头 你立刻就会想到吗 你不可能会再想 我在 不可能去寻找你的记忆 所以这个就是 你不是 你的记忆 你不是你的念头 那还有这个讲法 就是叫做 to see is to be free 看到 所以你是自由的 to see is to be free 比如说 你看到你的愤怒 那你就是自由的 如果你看不到你的愤怒 你就不自由了 那我啊 我中学的时候呢 有一个偶像叫做 beyond 就是香港乐队嘛 那beyond有一首歌叫做 我是愤怒 我是愤怒 分分钟 我修谁 我是愤怒 分分钟 我可以烧死你哦 但如果呢 你 开始接触这个 躲进不躲人 你就会 起一个关照 抽离出来 我不是愤怒 我是看见愤怒的 那个 觉知者 我是那个 觉照 所以呢 如果你可以抽离出来 你就有 选择了 你就自由了 你可以选择 继续愤怒下去 还是选择 压抑 还是选择 转化 还是选择 放下 所以你看到了 你就自由了 to see is to be free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这个 躲进不躲人啊 它就是好像 那句话叫做 见山不是山 见山不是山就是 你所经验到的 你不是 你不认同他 你不 被他牵着走 这个也是叫做 见山不是山 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那灵际禅师呢 他遇到这些人 被境界干扰的人呢 有时候他就会 大喝一声 大喝一声 那个人受到惊吓的时候 就 突然间 就愣了一下 愣了一下 那几秒钟啊 就是一个空档 如果那个 有敏感的人啊 有敏感度的人 就会 趁这个一喝呢 就 深入进去 那个 空档那边 延长 他那个空档 在里面 在里面 在里面去掺呢 所以这个是 叫做 打掉那个境界 躲进 不躲人 那另外 好像有些人很伤心 非常伤心 非常低落 你就可以叫他去经验 你不是那个伤心 你不是那个低落感 你是 你是 关照的人 你是 你是 关照者 那低落 那伤心 只不过是 在你的 胸口啊 一种 相当 沉重的一个 感觉 他会离开的 一切 无常嘛 有一天 他就离开了 可能一两天 可能 几天 这样子 以前呢 我就有遇到一个和尚 那和尚呢 他就告诉我说 他吃东西的时候呢 是没有味道的 他吃东西的时候 他是充满绝躁的 他吃的时候 他只感觉到 那个饭被煮绝 那个饭 从这个喉咙 流下去食到 然后慢慢流到 这个胃那边 然后他喝水 也是这样子 他是充满绝躁的 他告诉我说 就是 他没有 没有什么味道的 没有说好吃不好吃 就是一个 感觉罢了 因为他就是 时时刻刻在那边 观照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另外一个方法 来呈现 这个 夺境不夺人 那这个和尚 他就 只有人在 只有人在 只有那个观照者 那境界 他是 没有去理他的 他没有认同 那个境界的 那再讲一个 禅宗里面的 瑞言禅师 那瑞言禅师 在公案里面 就讲到瑞言禅师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 不是刷牙洗脸 他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呢 就是告诉自己 哎 不要受外在 干扰哦 主人公 你是主人嘛 主人公 你要清醒哦 不要被这个客人 拉走哦 不要被这个外境 迷惑哦 他每天这样子说 不止早上啊 得空 他就坐下来 就说哎 主人公啊 主人 你不要迷糊哦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典型的 夺境 不夺人 境界 打掉 那个人 留着 客人 赶掉 主人 留着 那好像我们参加一些 禅 一些 佛教的一些 修行课程啊 禅器啊 内观禅啊 都是类似这些东西 把境界打掉 剩下那个人 那我们再看 这个夺境 不夺人啊 禅师有怎样的 解释方法呢 那一个 灵迹 禅师 他的弟子 克福 他就问呢 哎 你可以不可以讲多一点呢 关于这个 夺境 不夺人 那 灵迹禅师就讲了 给了一句诗歌 王令已行天下边 将军塞外 绝成烟 他就说 喂 这个好像一个 国王的命令那样 嗯 关照 他一 下令 关照 他就开始关照了 好像个大命令 这样子 将军塞外 绝成烟 你就感觉到 那将军就好像一个 关照者 在一个很近的一个 一个境界里面 绝成烟 没有人的 他有一种 独醒感的 众人 接受我独醒的 那个感觉 那 对于这个 夺境 不夺人 另外一个禅师 无主眼 无主法眼禅师 他也有讲过一句诗歌 叫做 路上逢人 办事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境界 夺境不多人的境界 你走在路上 一般都是看到的 都是和尚 那代表什么呢 就是 那个修行的观念 很强了 你在这个 夺境不多人的时候 那个修行的观念 是时时刻刻 提醒自己了 走在路上呢 看到的都是 这个好像和尚 这样子 就有一种 这个 很强的修行观念 那另外一个 女禅师 女的 叫做 无主妙种 他针对这个 夺境不多人 他也 给了这样的一个 诠释 叫做 茫茫宇宙 人无数 几个男儿 是丈夫 他就说 在这个境界的人 就是一个 男子和 大丈夫 那很多人 千千万万的人 但是有 多少个 可以这样子做呢 好像一个 大丈夫 这样子 不会被外境 圈着走呢 不会好像 一头牛 这样被 牵着鼻子走啊 就是 大丈夫了 就是好像一个 大丈夫的一个行为 那样 no 对一些境界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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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有的人就说 这个 官是 叫做 头上 加头啊 你要 打掉这个 还没有啊 还没有能够 打掉 这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要从这个 夺境 不多人 开始的 你不能够一开始 就说 哦 这个是头上 加头 因为这个 头上 加头是 有它的作用的 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你才说 不要在头上 不要在头上 加头 那个以后我们再讲啊 所以这个就是 简单讲一下 这个 灵济禅师的 第一招 叫做 夺境不夺人 敢走客人 留下 主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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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